我的第三次宇峰之行。 文苏卿。 提及,宇峰,他消失在地平线,他在梅里雪山脚下,他在人们的心灵深处,无论你去过几次,每一次都有别样的感受和收获。 关于宇峰,一直以来,流传着许多有意思的话题。 有人说不去天堂,就去宇峰,也有人说,它是一个被遗忘的村落,还有人说,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室外桃源,那一定是宇峰村,每个人对宇峰的印象和感觉可能都不一样,人们去宇峰的目的和想法也各怀心意。 2010年6月,我第一次宇峰,2011年10月,我第二次宇峰。 对于那两次去宇峰,各种记忆还历历在目。 没有计划,没有预谋,也没有太多的准备,可以说是说走就走,按照白马雪山飞来四溪当宇峰的路线,我们一家就踏上征程了,开启我的第三次宇峰之行。 在看白马,前几天,趁着端午小长假,我和欧阳,小西南,我们一家三口,从香格里拉驱车三个小时,前往白马雪山亚口户外春游,顺着214国道,往白马雪山老路蜿蜒盘绕,到达白马雪山大石头借杯处,我们就到达了第一站。 路的旁边,全是蛙虫草的藏民搭起了帐篷。 远望,白马雪山气势磅礴,威鹅耸立,白马雪山山腰上,是一对双幽形山谷,显得各位静美。 天空是清澈的高原蓝,还飘衬着些曲白云,地上已经长满了绿绿的小草,一些黄色的小野花,铺满在海拔4300米的斜坡上,山间还吹扶着似冷非冷的微风,整个人置身于天地高原之间,一种敬畏自然,赞叹自然的情愫由然而生,一种逃离世俗,超脱社会的感觉萦绕身旁。 此时孩子如放眼一般地跑到了山坡上玩乐起来,真情性,他居然没有高原反应。 我席地坐在草坝上,静静地发呆起来,不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,总之有点久违感,有点惬意。 随后,我们在半坡上的一块小空地,搭起帐篷,吃着东西,看着近处盛开的白杜鹃,红杜鹃,黄杜鹃,我们一家都沉醉其中。 守候飞来寺,离开白马雪山后,我们继续前往德钦。 到达飞来寺后,专门选了观景房住下。 尽管是小长假,感觉飞来寺景区比较冷清,不太像别的地方人满为患。 景区到处是来美里,找自己的宣传,或许每个来飞来寺的人,都来等待,都来盼望,都在祈祷。 来到明珠拉卡观景台,对面就是神圣的梅里雪山,雪山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,这个细节很难厚到真容,但似乎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心情。 小心难高高兴兴的在观景台跑跑跳跳,就在太阳快要落山前的瞬间,我们十分幸运的看到了主峰卡瓦格伯,一下子从云层中耸立出来,顶端还泛着霞光,身旁的游客们欢呼了起来,而我们静静的在感受这一刻的温暖和感动。 第二天一大早,天气不太好,我们就从飞来寺下坡29公里,继续前往云林乡西当村。 经过布村,就来到了蓝沧江边,放眼望去,蓝沧江奔流向前,大峡谷姿太万千。 跨过新建的卡瓦格伯大桥,沿着一条毛路颠簸进入西当,中途有个观景点,我们遇到了两个北京的大爷大婶,主动打了招呼后,还送上了扎西德勒的问候。 不一会儿,就到了西当村,这是一个村地是不平,但稍微开阔的藏式村落。 多年前,村里的藏民主要靠半木半农维持生活,后来去雨崩的人越来越多,村里就组建了马队,村民们靠千马赚钱,劳动力多的家庭,甚至开始富足起来。 如今的西当村,村茂又焕然一新,道路都水泥硬化了。 村里的小卖部摆满了各种生活用品,老人坐在那里摇着手里的撞金筒。 到达西当停车场后,绕过一个上坡的大湾,我们来到了进入雨崩村的路口。 如今,这里停满了越野车,还有工作人员前来服务,告知我们可以乘坐越野车进入雨崩。 当然,也可以自己徒步前往。 迫于小新南的体力,我们选择了乘车前往。 一路上,我不停地望着路两边的景色,有地方还有印象,有的地方早已被加宽的道路模糊了印象。 看见一路上有很多旅游和游客,他们组队徒步进入雨崩,于是就回想起2010年,2011年,我们一帮人徒步进山的情景。 到达南宗亚口,经过亚口,便开始下坡,下坡途中,远处就是侧面的白马雪山。 来到了雨崩上村停车点,整个车程大约40分钟,此时时间已经11点了。 下车后,盛夏的路程,我们便开始徒步前进,走在抖抖的坡上,一路往下,向着雨崩下村走去。 从高处往雪山方向看,云层挡住了免慈母风的真容,但茂密的原始森林,绿绿的草地,雪山溶水流淌的声音嘛,叮叮咚咚的牛铃荡声,一切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 欧阳和小西南相互牵着,随着我一路到达雨崩下村,看见村里盖了好多房子,有的还很时髦。 据说,好多外地老板到村里租地、租房、开客栈,带动了雨崩的旅游业发展。 我们找了一家客栈,把行李放好,稍作休息,吃了点东西。 准备继续前进,此时,好多徒步者已经从神铺返回了村里,他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和惬意。 这半天的功夫,我的思绪一直在回忆和比较,回忆第一次,第二次去了各种场景,比较过去和现在雨崩的变化,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 记忆里,雨崩是贫穷的,落后的,也是与外界隔绝的,当时几乎没有手机信号。 而现在,雨崩的变化太大,甚至一路上都显示有刺激。第一次,第二次来总觉得是一种朝圣的感觉,而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徒步旅游的体验。 稍作休整,我们一家开始徒步前往神铺,因前两天这里举办了美里一百奈利赛,还保留着一些当时比赛的场景。 雨崩下村的庙旁,那两棵三百多年树林的香柏树长得更苍静了。 经过一段平坦开阔的草地,便开始穿越原始森林了。 沿着幽静小道向前走着,身旁是一条湍急的河流,都是雪山的溶水会河流淌下来的,湍急流进海拔较低的尼龙河,最终注入蓝沧江。 尽管今天的天气不太好,森林里的光线很暗,但不时还能听到几声鸟鸣,树林里也很湿润,空气特别清新,整个人有一种置身是万之感。 沿着徒步小道一段一段向前,时而爬坡,时而细喘,时而狡障,觉得特别累,一路上遇到几个板城下来的旅游,他们都对我们大喊加油。 下午四点了,走出原始森林,来到山谷地带,事业一下子开阔起来,风景如画一般漂亮,神铺就在离自己不远的一点钟方向。 这最后一段路程更是艰难,路变成了石头路,海拔不断上升,路旁还有雪崩厚冲毁的树斜倒在地上,越往上走越费劲,呼吸越来越困难,脚也不好使欢,就这样带着儿子走走停停。 艰难地走了一个小时,终于到达了雨崩神铺。雨崩神铺是梅里雪山的圣地,是藏民朝圣的圣地,也是洗礼的圣地。 进入神铺,沿着神铺转了三圈,神铺的血水,一下子浸湿了全身,虽然冷得发抖,但心里确实暖暖的。 我们一家在神铺圣地停留了半个小时,才缓缓下山。 下山的路程,也特别不容易,一路上都没有人了,到牧场牛棚的时候,刚好放牧的藏民开始挤牛奶,还给我们煮了一碗。 回到雨崩村,天快要黑了,那天晚上,我们倒下就睡着了。 第二天,我们整装回城,沿着来的路线出村。 这次雨崩之行,是我第三次行走雨崩,与前两次已经相隔九年,不得不感慨,时间都去哪了。 但是,儿子是第一次来雨崩,四岁不到的他,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,在白马雪山,在飞来寺再到雨崩,没有哭闹,没有骗人,没有不舒服。 特别是在舍铺,还特别兴奋开心,一路上,我们拍了好多照片,留下美好的记忆。 希望他长大以后,能够明白其中的寓意。 而欧阳则是第二次来雨崩,这次他身体不太舒服,但还是坚持了下来,一路上还照顾儿子,也很辛苦。 总之,这次我们全家总动员,完成了雨崩之行,真的快乐,愿我们的未来一切安好。 我们约定,下一个两年,还要去雨崩转山。 守望湘格里拉,文章授权转载自公众号,湘格里拉陈俊玲,爱帝,XGMLCJM。